當地民眾是議論昏昏 可以看到現場的蚵仔蚵 農民所長的蚵仔是都已經死去 大家都在懷疑 萬英就是出黨灌溉鑽鑽的上頭 可以看到整條鑽鑽都有白白 不知道是什麼的垃圾水 之前灌溉鑽用水受到無量 而且受害的農民不只一個 附近很多餐地已經農作物 都有受到影響 有民眾基礎 相當懷疑是第三天的蚵仔蚵仔 不斷的沖上 是偷偷利用大家在睡 比較沒注意的時間 來偷偷白鴻有毒 有無量的垃圾水 因為這條灌溉鑽高 是為嚴重力 偷翁會沒力 所以只要有不斷沖上 偷偷白鴻有無量的水出來 就會有很多農地 以及農民會因此受害 每禮拜拜五跟拜兩枚 跟禮拜三枚 這三枚一定會放 天蚵蚵、日蚵、日蚵 真正也放放 一定放放 這樣啦 這是在我們園經理五年 這片頭裡面的灌溉 這條水底膏 它的灌溉高 所以如果頭擺下去 一些汙染的水都存電 存電之後 你還在水放下 灌溉這些農民 這些水底 或者這些農作物 都是有毒 現在相關台語 也已經將這條 尊高的水拿回去發揚 也將會嚴格 第一次垃圾水的來源 來查出是哪一間 不法沖上 頭頭要拜訪垃圾水 讓無關對身的壓制 可以收到千塊 也讓農民 可以有清潔的水 來安心灌溉 記者稍後 開採用報道 好 好